当正午时分,队伍的前面却是传来一声惊呼 大长老 走在后面的他们往前面看,见前面的老者似乎晕了过去,众人惊呼围着患着 大长老怎么了,怎么会突然晕倒 大长老的脸色好苍白,冷汗都冒出来了,可能是身上的伤恶化了 凤九从小凤中看到,郭信宁脱下那老者的衣服后,看到了老者肩膀处的伤口 这伤口,这伤口怎么这么严重 众人面色一变,看着老者肩膀上那深刻见骨的伤口,正是那狼王抓出来的 深深挤到爪痕,触目惊心 没想到才一夜,伤口就成这样了 孙叔,你难道没办法吗 情况不太好啊,这伤口才一夜就成这样了 除了体内有火毒之外,伤口还得消炎 只是这次出来的药物带得太少 消炎药剂也没了,疗伤的药也没了 大长老之情况,许怕撑不到我们去到传送阵 你,这个,把亏烂的肉剔除是不是就会好些啊 突然间传来的声音让众人一震 纷纷侧身回头看 视线落在谢玉堂的身上,目光带着不悦与轻视 你说的容易,那是踢肉,哪能随便下手 我原本身上的伤也是有一些发炎溃烂 是凤九带我治好的,我想着 话还没有说完,就见众人又朝他看了过来,当下联盟摆手 算了,你们觉得这方法不行,那听听就好,不必当真 他那声音才一露,就见郭信宁看了过来 凤九,你可回医术 略懂医术吧 他一个小子,哪懂什么医术啊 孙叔都说这情况不太好,他又能干什么 就是,这小子一直躲在后面,有时候一声都不吭一声 不说话我都当他是透明的,哪会懂什么医术 虽然只是略懂医术 不过,治疗这种伤,倒也是绰绰有余 郭信宁眼睛一亮 当天 当然 这孙子口气倒挺大 就是,也不怕把牛皮给吹破了 要不这样吧,我帮你们大长老治疗,若真的治好了 如何啊,要多少诊间呢 不要诊间,只要你们一个个以后见着我了,换我一声老祖宗也就是了 那中年男子听着凤九的话,此时脸色也冷了下来,他副手看着凤九 小小年纪,口气倒是不小 莫不是忘了,你们这一路还是得了我们的保护 若不是我们,你们岂能活到现在 谁护着谁,还不知道呢 好个不知好歹的小子 中年男子脸色一沉,威压嘲凤九袭来 却在这时,郭信宁连忙上前一挡 孙叔不要多怒 孙叔,眼下最要紧的是大长老的伤